你好 歡迎收看11月2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選戰最後階段 25號選前之夜 花蓮市金三角成為各候選人上街敗票的熱門首選 為了避免交通打劫 也讓招勢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花蓮縣警察局特別公告管制路段 呼籲民眾盡量避開遊行路線 同時警方會動員114名的警力部署及交通管制維持交通順暢 花蓮市金三角每到選舉期間 都是各候選人的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選前之夜更是會把握最後衝刺機會 上街敗票來博取更多選民信任 花蓮縣警察局為了避免交通打劫 也讓招勢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特別公告管制路段 呼籲駕駛人盡量避開 今日花蓮市區金三角部分 有候選人申請遊行掃接敗票的活動 那呼籲用路人及車輛在16點到22點 盡量避免行駛該遊行路段 請駕駛人遵守現地援警指揮交通管制措施 以免耽誤行車時間 25日下午4點開始 花蓮警分局將動員百元警力部署交通管制 規劃四區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和平路段 及周邊道路、林申路、明里路、南濱路、華岡街、京華街 及海濱街等路段實施交通管制 並視集會遊行狀況做彈性調整 呼籲駕駛人盡量避開遊行路線 以免耽誤行車時間 記者徐立芹 花蓮市報導